万恶银为首,百事孝为先 不要人太奸,到处有风险 佛有心不变,心如磐石奸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坚强这两个字不是你说的,而是靠你的意志 能坚强的人,他才会有信心 师父还说,金刚之心要有毅力,也要有恒心 能够吃得起苦的人,才能成为金刚化身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学习白化佛法真的很重要 弟子向师父忏悔 自己学佛多年,每天念经,法布诗,读白化佛法 自以为很精进 但是最近遇到考验,才发现白化佛法学得太肤浅 学了理论,没有应用在实践中 自己的劣根习气还是没有改掉 自己以为过去的事情我已经放下了 但是碰到考验才发现,自己还是在执着 没有真正领悟因果的真相 向师兄们请教经验,我才意识到白化佛法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杂念纷飞,念不下去,执着念头去不掉时 停下手头上的经文,赶紧读白化佛法,立刻就有效果 真的惭愧,弟子没修好,我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忏悔 继续精进努力修心修行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赐予我这个修行的机会 我会好好珍惜,感恩何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本人学习心灵法门大概有六年 从跟先生结婚开始,就一直闻到先生有口气很重 不但口里,鼻子里呼出的气体跟口气一样难闻 我学习心灵法门就一直吃素,先生没有吃素 但最近半年,先生晚上下班回来都跟我一起吃素 忽然之间发现他的口气没有了,真的发起充满 吃素真的可以去除体内的浊气,毒素 请还未吃素的师兄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尽早发愿吃素吧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来讲讲行善学佛的真实经历 希望我们都能坚持好好修行,不退转 经历一,我一直都很喜欢放生 几年前那天,放生回来 因为父母家的小区进门前有那种旋转形状的建筑物 那天很巧,如果再走快一步 很可能被山泥清下来的建筑物砸中 这是诸佛菩萨保佑我呀 经历二 在学习科目二的时候,因为不小心,把前挡挂成后挡 车向后飞过铁横杆即将撞树的时候 教练伸手进车里,杀住了车 这也是诸佛菩萨保佑我呀 行善放生和信佛学佛都是真正的好 一直以来,只要是好事,我都会努力去做 包括带着身边的朋友,同学一起 也是看到大家放生行善,信佛学佛之后越来越好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的姥姥每年到这个时间都会吃不下饭 前几天胃胀很不舒服 可以说是到了不吃不喝的地步 老人家年龄很大了 不吃饭很让人担心的 我给他许愿了21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以及当天在网络法布施十条的功德转给他 请菩萨慈悲保佑他胃胀的情况可以缓解 能够吃点饭 当天许愿完 法布施完成后,跟菩萨讲了一下 晚上我姥姥的胃胀就好了 感恩菩萨慈悲 其实,学佛并不是说让我们不看医生不吃药 而是有些问题是因为业障所致 需要我们诚心去忏悔,做功德,消除业障 从而变得顺利 感恩菩萨慈悲 感恩师父慈悲,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让我们在遇到事情时 不会无依无靠 不会守足无措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感情有时候不一定在破裂之后才痛苦 破裂,好像破裂之后 其实展成在没有破裂之前 已经是非常痛苦 有一位学者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人们以前一直以为破坏婚姻的 大慈大退魁祸首就是万语 苍延和冷淡 他这位学者出来半开玩笑地说 近来他研究了差不多好几年 通过各种群道 他才发现最新的 这个婚姻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就是 手机不设密码 不删掉聊天记录 还有同学聚会 虽然这是一句笑话 其实心不动 情色通了 你们就是参加了同学聚会 心不要动 对不对啊 师父跟你们说 这不是什么情感通的 为什么 你想想想过去人生的样貌 别人拿换了 都要不乱 再跑过去吧 你就是小红啊 你就是小女啊 满脸皱了 对不对啊 所以人家叫我去参加什么同学会 no 我不去 那有哪个印象 对不对啊 真的 很多人 这种 又不挡住自己的生意 这种 所以有的时候 一种是是而非的面子 实际上 一种感觉 不爱 你想想看我们名称的书 多爱面子 你看我们在书家里 多爱面子 我们有时候因为人多一点 我们为了争一句话 吃面 压迫面皮 给人家吃东西开脸 你想想看为了一句话 一个面子 我们看出多少 我们伤了多少人 包括你们的父母 和你们最爱的人 就是一个面子 所以面子 面子 师父告诉你们 那只是一种感觉啊 很快就会 有什么意思啊 师父小师父 你也哭了面子的 有什么意思啊 什么面子 对不对啊 有一个大的面子啊 小师父 班级里 班长被人家想下来 我哭了好几天啊 什么面子的 现在想想哭 应该笑 为什么总结经验 下次再次看 那应该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愉快的是一种过程 失望的也是一个过程 人们就是在心怀当中 找这个面子 所以学普人观传 这个心念 一切都为快乐 痛苦实际上 就是甚至很苦 你比方说 你们过去压痛的时候 觉得很难过吧 觉得这个世界都毁灭了一样 哎呀 哦哦哦 现在呢 怎么不痛啊 很好吧 拔掉了 拔掉了边上那个又要痛了 我告诉你们 这叫人什么 这个不好的 那个又来 那个不好 那个又来 就像生孩子一样的 姐姐不好的 哥哥来 哥哥不好 弟弟都来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这一切快乐和痛苦 都是瞬间 很快的过程 所以没有必要 他们为了一瞬间的面子 和快乐 来寻找 无限的痛苦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一则寄语吧 自信归依 善巧法 完善人格 无闲话 明音时果 守五戒 随顺姻缘 大家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